基督受苦而死 第十二日 为要处去我们的惩罚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 基督受苦而死的伟大 结论是 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罗马书第八章一节 在基督耶稣里的意思是 因信心而出在于他的关系里 对基督的信心 使我们与基督合一 以致他的死 称为我们的死 他的完全 称为我们的完全 基督担当了我们的惩罚 以致我们 不必被惩罚 并且使我们得以完全 是我们自己不能达到的 基督称为神 接受我们的根基 信心是我们与基督合一 以致他的义 被当成是我们的义 既知道人 诚意不是因心 律法 乃是因 信耶稣基督 连我们也信了 基督耶稣 使我们 应信 基督 诚意 不应心 不应心 律法 诚意 因为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人 应心 律法 诚意 加拉太书 第二章 十六节 应信 诚意 和 在基督里 诚意 是 并信 的 术语 我们 因 信 而 在基督里 因此 我们 被诚意 当 谁 被 惩罚了 被 提出时 其答案是 没有 任何 人 然后 其根据 生 被 圣明 是基督 耶稣 死 基督的死 以保证 我们 脱离 惩罚 已经 肯定了 我们 不会 被 惩罚 以 基督 已经 死的 事实 同样 肯定 在 神 在神 的 审判 里 同一个 案件 不会有 两次 惩罚 所以 我们 也 不会 因 同一个 犯错 被罚 两次 基督 已经 为我们 全部的 罪 死了 一次 我们 不会 因 我们的 罪 再 被罚 一次 惩罚 被 处 除 不是因为 没有 犯错 而是 因为 其 惩罚 已经 自行了 基督 已经 死了 基督 已经 复活了 我们 活在 他 里面 在 他 里面 没有 惩罚 我们 被 赦免 我们 被 诚意 义人 却 当 拳 像 狮子 称言 第28章 一节